来源,星系花园ID,Galaxy Garden 2018年8月4日沉在委内瑞拉的首都拉美政治强人马杜罗正在告大悦,兵已庆祝对抗美帝的伟大胜利这好日子,不仅仅是该国81周年庆, 并更是总统先生本人的胜利日,2018年大选,盯着美帝的制裁,他又高票,连任了呢。 虽然该国的通胀率已经离近100%万首都市民连土豆汤都喝不起,了然而马杜罗总统他在演讲中依然显得那么自信情绪激昂地喊着反美口号, 他的太太还有国防部长,在一旁为他助威,这是一架未经许可的无人机从天而降,关键,是这个无人机,竟然还绑着炸弹把总统家属和一众高级军官都吓坏了爆炸声响, 其后军队混乱跑泛一些军官受了伤血流不止,而总统的层层安保地级行动,用厚厚的黑色防弹材料,把总统给包裹了起来这时的55岁的马杜罗在这场混乱中,毫发无伤,并全身而退, 看了总统和他的随从们安全撤退后广场附近的建筑还在燃烧,可以说这次的AI袭击是十分失败的,误伤了不少人和建筑却没有撼动, 马杜罗的统治从无人机执行力的低下,可以看出,这应该就是该国民间力量的水平大,火被扑灭后军队很快的来清场, 随后总统在电视上发表了演讲声讨暗杀他的政治事,利他居然甩锅给了哥伦比亚, 这也是挺有趣的委内瑞拉的现状,如果你无法想象一千百分之零的通胀是怎么回事, 那么看看委内瑞拉的现状可亏一,班同等重量的钞票早已买不到,最最基本的食品垃圾堆,成了各色市民争抢材羹的战, 长许多孩子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上了怪病生命垂危,动物们觅食的机会都被拾荒者, 抢了整个国家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困境,而抗议和骚乱此起彼伏饥饿的民众正派对逃, 往临近的南美国家却不想接受他们这是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与此同时高高在上的, 国旗老总们却生活得无比安逸让加勒比海,对面的美国资本家都羡慕不已超豪华的住宅以及平民难以想象的配套设施, 老百姓连土豆都吃不上大老们却聚在一起打着,高尔夫豪宅里几乎夜夜声歌, 大量的美食吃不掉,被浪费在附近的下水道中。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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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